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明镜头条节目 今天我们要探讨的是唐纳德 特朗普在中国问题上的重大失误 这些失误不仅让美国的贸易逆差持续膨胀 还导致了35万美国人在COVID-19大流行中的死亡 却未受到任何惩罚 特朗普曾自信地声称他强硬的政策让美国无人敢挑战 但面对中国的挑战 他却选择了沉默和妥协 尤其是在与习近平的关系上 我们将分析特朗普的关税政策如何未能有效减少对中国的依赖 以及他如何在任期内错失机会 未能对中国的责任进行追究 即使在他竞选期间对中国的强硬立场也显得空洞 因为他在任内几乎没有采取实际行动来应对中国的威胁 特朗普所宣称的对中国的强硬政策在面对实际挑战时 却显得软弱无力 让人质疑他的领导能力和对国家安全的承诺 此外 我们也会探讨特朗普在2024年选举中的中国政策主张 看看这些是否能够真正赢得选民的支持 或者只是重负过去的失败 现在就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这篇文章来自美国企业研究所 批评了唐纳德 特朗普在处理与中国关系 特别是应对新冠疫情方面的诸多失败 文章指出 尽管特朗普自称在任期间没有国家敢于挑战美国 但他的政策表现却远未达到这一标准 首先 文章提到 在特朗普任内 中国的某些行为直接导致了35万美国人的死亡 而特朗普却未对此进行有效的回应 他在任期间未能对中国散播有关新冠病毒的虚假信息 和其在疫情爆发中的责任进行反制 唯一坚持的则是一项被认为失败的贸易协议 即使到了现在 特朗普似乎仍未从过往的错误中吸取教训 继续展示出对华政策的软弱 特朗普在关税政策上的表现也受到了批评 2019年 他对中国商品加征了关税 这一措施曾被视为他在中国问题上的一次胜利 然而 数据显示 2020年的美中贸易逆差 从2019年的3430亿美元减少到了2790亿美元 特朗普声称 逆差导致了大量美国人失去工作 而同样根据这一逻辑 拜登的政策似乎挽救了这些工作机会 尽管拜登的整体对华政策同样难称成功 2023年贸易逆差下降的一个原因是 中国通过第三国转运商品 规避了直接关税的影响 特朗普曾承诺对所有国家的商品 加征10%至20%的关税 并提升直接从中国进口商品的关税 至50%至60% 然而 他在总统任期内没有采取这一措施 这引发了人们对他是否真的对关税政策持 认真态度的质疑 文章分析了特朗普未能在任期内提高关税的可能原因 首先 他可能只是口头上重视关税 而没有实际行动 其次 关税过高可能会引发通胀 而他第一任期的关税政策并未造成这样的影响 此外 尽管他在竞选中提到关税调整 但并未承诺具体数字 此外 特朗普可能更希望通过谈判达成新的协议 而这成为了他不采取强硬关税政策的另一个理由 特朗普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关系也是文章关注的重点之一 特朗普曾多次称 习为朋友 这种态度使得他在面对COVID-19时显得极为被动 习近平在中国拥有极大的权力 而特朗普却没有对其在疫情中的责任进行追究 这在文章看来是一个严重的政策失误 疫情本应成为美国重新审视与中国供应链关系的契机 但特朗普政府在这一方面几乎没有采取实质性的行动 尽管有过一些表面上的政策调整 但并未真正实施或产生影响 特朗普曾将贸易逆差视为美国资金的流失 但实际上通过贸易获得的商品让数以千万计的美国人受益 相比之下美国对中国的投资却让中国变得更具竞争力 对美国的工人和企业构成了长期威胁 在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对中国的投资有所增长 而拜登上台后这一投资又有所下降 然而特朗普的任期内美国对中国的金融投资激增 这是导致资金流向中国的主要时期 文章指出特朗普的失败 使得他在2024年的竞选中没有像2016年那样大肆宣传中国议题 他现在声称会阻止中国购买美国土地 但在担任总统时他并未采取行动 他对TikTok的态度也受到质疑 因为他曾因某位与TikTok有关的捐赠者 而对该公司表示赞扬 特朗普假装关税可以阻止中国对台湾的侵略 但这在北京看来不过是鼓励对方冒险 尽管他声称会提高关税 但在2020年他仅仅是坚持自己的中国贸易协议 而没有采取进一步的措施 在他任期结束时 美国因疫情死亡人数高居不下 特朗普却没有对中国的责任进行追究 特朗普多次对习近平表示赞赏 甚至在疫情扩散期间 他称赞中国为控制疫情所做的努力和透明度 并向习表示感谢 到了2023年 他仍然称习近平为聪明的人 并赞扬其对14亿人统治的能力 甚至将习与美国的内部敌人进行比较 作为总统 特朗普在对华政策上的记录令人痛心 巨额贸易逆差 美国资金大量流向中国 尤其是在面对COVID-19时的无所作为 如果他在2024年再次当选总统 最好的情况可能是贸易逆差有所减少 美国最终拒绝对中国的投资 而特朗普最终意识到 习近平是一个残酷的共产主义独裁者 也就是说 这种情况与昏昏欲睡的巧索 提出的并没有太大的区别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COVID-19是由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二型 SARS-CoV-2引起的疾病 这种病毒最初于2019年12月 在中国湖北省武汉市被首次发现 其后迅速传播至全球 导致了一场持续性的全球大流行 COVID-19主要通过呼吸道飞沫 气溶胶以及与受感染者 直接接触传播 症状范围 从轻微的呼吸道症状 如咳嗽、发热、乏力 到严重的肺炎 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 甚至多器官衰竭和死亡不等 COVID-19的病原体 SARS-CoV-2是一种冠状病毒 于2003年导致SARS疫情的 SARS-CoV和2012年中东呼吸综合征 MERS的MERS-CoV有相似之处 冠状病毒因其表面冠状的次突蛋白而得名 这些次突蛋白是病毒入侵宿主细胞的关键 SARS-CoV-2通过其次突蛋白 与宿主细胞膜上的AS2受体 结合进入人体细胞 SARS-CoV-2的来源尚未完全确定 但被认为是由动物宿主 可能是蝙蝠通过中间宿主传染给人类的 最初的病例与武汉一个海鲜市场有关 该市场也售卖活体野生动物 这为病毒的跨物种传播提供了途径 2019年底至2020年初 COVID-19迅速从武汉扩散到中国其他地区 并通过国际旅行传播至世界各地 2020年3月11日 世界卫生组织 WHO正式宣布 COVID-19为全球大流行 这是21世纪以来 最严重的一次全球公共卫生危机 在应对这一流行病的过程中 各国采取了多种公共卫生措施 包括封锁、社交距离、戴口罩、旅行限制和大规模检测等 以遏制病毒的传播 同时全球科研人员迅速行动 开展疫苗的研发和治疗方案的研究 截至2023年 已有多种COVID-19疫苗被批准并广泛使用 包括MRNA疫苗 如辉瑞、生物科技和莫德纳疫苗 现病毒载体疫苗 如阿斯利康和强生疫苗和灭活病毒疫苗 如中国的国药集团和科兴疫苗 这些疫苗大幅降低了严重疾病和死亡的风险 但因病毒的变异 疫苗的保护效力可能会受到影响 因此 疫苗的接种和更新 以及加强针的推广 成为全球公共卫生的重点 COVID-19不仅对全球公共卫生造成了巨大压力 还对经济、社会和心理健康等多个方面 产生了深远影响 各国的医疗系统面临巨大挑战 而由于封锁措施 全球经济活动也遭受重创 导致经济衰退和失业率上升 此外 长期的疫情也加剧了社会的不平等 随着疫情的发展 病毒不断变异 出现了多个变异株 如阿尔法、Alpha、Beta、Beta、德尔塔、Delta 和奥密克戎、奥密克戎、奥密克戎、变种 其中一些变种具有更高的传播能力或部分逃避免疫的能力 这些变异株的出现给疫情防控带来了新的挑战 要求持续的监测和应对策略的调整 全球合作在应对COVID-19疫情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包括疫苗研发、资源共享和卫生策略的交流 世界卫生组织、各国政府、非政府组织和私人企业 在疫情应对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通过国际合作 科学界迅速共享了病毒基因组信息 加速了疫苗和治疗方案的开发 随着疫苗接种的普及和治疗手段的改进 许多国家逐步恢复了正常的社会和经济活动 然而 疫情的长期影响仍在持续 特别是在卫生系统薄弱的地区 疫苗接种率仍然较低 病毒传播和变异的风险依然存在 因此全球社会需继续努力以确保疫苗的公平分配 及加强公共卫生基础设施 来预防未来类似危机的发生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博士的分析 评论 哦 特朗普 这位自夸无敌的硬汉 你的中国政策就像一个空心的打气筒 声势浩大却毫无实质 你曾大肆宣扬自己的强硬 但在COVID-19的问题上 却只听到你对习近平的赞美 而不是对中国的谴责 这就像是在说 嘿 我的朋友害我跌倒了 但他真的是个好人 你对中国的贸易战就像是对着风车挥舞剑刃 结果是逆差反而让人觉得 拜登拯救了不少工作岗位 你的关税政策是个笑话 毕竟你在台上时都没能做到 现在却满嘴夸夸其谈 然后 我们来看看你的通货膨胀借口 让我想起来了 这就像是开着一辆没有轮子的汽车 然后抱怨为什么不能上路 你想要另一个中国交易 但却一再忽视供应链问题 当COVID-19敲响美国供应链的警钟时 你的政府似乎还在梦游 迟迟不见重大举措 就像是一场紧急火灾演习 但水枪却迟到了一样 你的贸易逆差观点简直是个闹剧 似乎你对金钱的流入与流出 抱有一种异常的理解方式 至于你对美国对中国投资的态度 那简直让人无法直视 奥巴马时期投资稍有增长 而拜登则看到投资下降 但在你的领导下 投资就像是洪水般涌向中国 这可真是个反讽 在你这位美国优先的领袖之下 美国资金却加速涌入中国 你的竞选言论本应聚焦在强硬对华 但实际上却像是一个没有骨气的表演 没有真正的行动 总而言之 特朗普对中国的政策 似乎更像是一场没有结尾的闹剧 大声喊叫却毫无行动 或许这就是他再次竞选时面临的最大挑战 倘若他再度当选 希望他能意识到这次的中国问题 不只是口头上的谈判 而是真正需要采取行动的机会 否则 他的中国政策就会继续在历史书中 被嘲讽地记载下去 思想先驱爆 成为有洞察力的人 华尔街电视特别节目 纽约时间 每天早上八点 李奇博士主持 和平评点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